大家好,我是王狗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我之前在游泳街的時候 遇到一個神秘的女子小鷹 她那個時候跟我相約在一個廢棄的遊樂園附近 說她有遺落物丟失在那個地方 於是我渡過小河到一個無人的竹林 尋找她所說的遺落物 那那個時候我搜尋未果 而反後竟然發現 欸...不見了 而且後來她的手機也只留下一則訊息 她來了 希望你可以到鬼門關封走一遭 那種種的線索都指向了 魔形納跟鬼門關封這個地方 因此我一直想要去那個地方紮影看看 究竟會不會尋找到什麼奇蹟式的線索 但是後來因為經過查詢 發現那個地方必須要有登山的祥島 以及要事前升起 尤其我們要進入的時候又是在黑夜 對我們來說實在是一個 有點波旺級的挑戰 就像打遊戲嘛 都必須要一張一張來 我們就想說 在打大魔之前 不如先跳一個容易抵達的地方看 也因此呢 這次我找到了一個 位於金銅的 魔形納島 所以這個地方呢 跟小河所說的 魔形納其實有一曲同風之妙 因為台灣的魔形納人 其實常會出現在北中南 各個不同的山區 魔形納島呢 其中一個非常有名的地點 當地人呢 就是在這裡傳說說 這個山洞裡面有住了魔形納 甚至有節目到這裡探訪的時候 發現這裡的磁場 好像也特別的混亂 其實你看看這個洞 過去雖然 雖然是一直在 跟採面有關的 但是後期 這個地方人家把它 叫成魔形納總是有原因 因為人常常掉 從羅盤的指針看起來 我從裡面走到外面的時候呢 因為裡面是潮濕陰冷的 在洞口這個地方 馬上就有一點 磁場混亂的一個狀 所以呢這一次 我就要上到這個 柏西納島 紮營一整天 並且在山洞裡面放 柏西納最愛的 樹梅跟果實 監控露營一整個晚上 看看能不能在柏西納島 拍到一些 很特別的畫面 這一次我是很期待 因為我們還會在山上吃火鍋 山上也有一種 散頭火鍋 或者都市傳說嘛 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所以我說 我出發當天見吧 因為這一次呢 是要去山上露營 所以露營裝備會特別的多 先去再幫我們租機的帳篷夥伴 歡迎露營呢 其實我自己沒有明確的 路過 只有在 要付錢 然後去那種露營車上面 還可以洗澡的那種露營過 但我覺得 住這種要自己搭的 有一種建造家園的感覺 應該會比較有趣 很期待 今天晚上 不知道會不會露到什麼 我們現在到這個地方了 一片七黑 等一下就要前往那邊的路 一路往上走 最後半小時 才提到我們的摩西納康 露營裝備 看後面 一條一條這麼多的東西 它什麼都有 是因為有它 我們的工具網 秀一下你的膠帶 超級職業工具 一片 補充能量 來 好現在我們怎麼把 這些東西 搬上去 我們現在是已經在山上了 還要在山上 再往山上 現在要走上去了 好像就這一條 榮園 傳說 去柏西納當的路上 很多人在這裡鬼打槍 我們這樣子很像 軍隊這樣 浩浩蕩蕩的 前進 而大家 知道 柏西納出來的時候 也是一群一群的嗎 這裡有一個不知名的房地 有的人他們在這個山上 可能開車經過的時候 就會突然看到 一群柏西納衝下來 跨過它的引擎蓋 飛奔過去 這個這樣的傳說說 柏西納喜歡 捉弄人類 我們還有 二十一分鐘 好加油 我們現在在 金銅街 然後我們要走到 這邊 橫中街 完全看不懂是哪裡的地方 而且上面有一個P耶 我們是可以看到那個P 為什麼 好 去出發 你可以嗎 你可以嗎 我們現在要走的是 左邊還是右邊咧 我們要走右邊 看起來比較黑在這邊 另外一個路標 冰桶古道 不知道那些 之中的人 他們是怎麼 在晚上的時候 這種路上來 都沒那麼空 好奇怪 上面全部都竹林耶 下雨林生命值 一舉同空的相似呢 對 虛光性 還好不是吃麻辣火鍋 這樣會真的會掛的 金銅古道登山口 這個東西看起來 有一點小鬼 但它應該只是個路標而已 這裡還有一個密室 而且這邊 你看有一個坑 無心那當這個地方 它的地理環境 其實是非常特殊的 經過漁水啊 風沙的沖刷 不只有無心那當一個坑而已 所以走這裡要小心 不要踩空 不要掉下去 繼續加油 對啊 來啊 好啊 我跟你去 好啊 好 我們現在 上去前面 先看一下前面大師 然後他們要在 下面等我們 對 哇小蜜蜜好亮喔 確定不會 鬼大牆 失蹤嗎 不會吧 應該啦 好像電玩畫面喔 現在 有恐怖遊戲喔 那等一下夥伴回去就不見了 前面好黑喔 這裡超恐怖的 蛤 這裡超恐怖的 對啊 哇 是我不能對焦還是 這裡真的沒地方 有地方 你看 一直往上 看 有路牌 開起來 欸 欸 欸 蛤 蛤 是欸 欸 撒到了 沒那麼空 在這上面啊 竟有地方睡覺了 你有帶iPhone充電線嗎 在我包包裡 好漂亮啦 好 我們去叫他們 一路下來你們有 有看到什麼 或聽到什麼之類的嗎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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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等一下 我們到柏西納當門口 觀察 柏西納當 一整個凌晨 可以的話我們進去洞穴裡面走走看 我先去看柏西納康的真面目 走 我覺得等一下看到那個洞應該會很震撼 有 有 有嗎 你有看到嗎 我沒看到耶 在哪裡啊 我們借貨的地方嗎 喔 到了 柏西納當 到了 剛剛這裡到沒地方 他不贏啊 傳說說 這邊就會很多柏西納出現 還有人的 那個 跟 燈 我們要想辦法在 這裡扎銀 對 但是還好沒有什麼太特別 恐怖的感覺 就是 黑 我們今天要睡在這裡 我們現在在處理我們的帳篷 我覺得這個是 真的是只有 KUTUBER會在 這種地方扎銀 然後煮火鍋 你的冷卻時間 冷卻時間結束 交給我交給我 這個帳篷 架得很隨便 對 我們這個 4個初心者架起來的帳篷 已經很棒了 現在呢 雖然睡在這個 帳篷裡 對 可是我們呢 我們在外面架了 這個攝影機 我們可以隨時監控 模仙娜當的狀況 對那現在時間呢是11點46 等一下12點的時候 我們就會拿模仙娜喜歡的幼兒去餵食牠 看看到底會不會聽到女生的聲音 或是真的看到模仙娜 現在就拿著這個食物 要來共同模仙娜 把它放到一個洞穴的 在那邊開始紮硬了起來 天空露營一整個晚上 想要看看我們最後到底有沒有拍到東西的人呢 記得繼續鎖定下一集的播出 那在影片的最後呢 要非常感謝王國紀元 特色的名字就是它是一款戰爭遊戲 並且要打造出自己的家園 點擊下面的表單 填寫UID抽獨家贊助大獎一份 王國紀元的世界裡 你可以建造你的家園一度不地成長破劍 接下來就可以組建你的軍隊 軍攻打其他的玩家獲取更多的資源 不過要記得規劃好策略 撐查對手 看看在有多少兵力 結合冰種相剋才能夠百戰百勝 在王國紀元有著特殊的 狩獵魔物系統和黑暗巢穴 電和聯盟的盟友一起結弓打 就能去獲得大量的資源 對那下週三個 我們會開一個王國紀元的直播 當天呢我們也會抽出戰鬥的大力 歡迎大家加入我的聯盟跟我一起玩 我的王國座標在這裡 大家也可以先來蓋在我旁邊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啦 我們下個禮拜見 Bye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